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赛夏族 那大家对赛夏族呢 印象好像就是矮陵记很有名 对不对 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从这个 这一集的一个这个故事采集的 以及绘本 请我们孙教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采集的是那个潘丘荣 他的汉名 是一达道 他是一个长期在做文化传承的一个人 在赛夏族里边 画的人是赖英泽 这些都是当时合作下来的伙伴 那潘丘荣因为长期也研究赛夏族的一些文化 也写了不少的文章 所以我们请他来操刀 所以他本身也是赛夏族 那关于这个赛夏族 他们主要的居住范围在哪里 主要是在南庄 在苗栗跟新竹 就是交叉的地方 所以他们人数也很少 也算是蛮集中的族群 那如果他在苗栗跟新竹 那他是不是赛夏族跟客家人会特别有交流 对有很多赛夏族的人都会讲客家话 而且是讲得非常的地道 很多客家人跟他们讲话 他们都觉得他们连那个枪都没有 都是非常地道 就是交流的时间够久 非常久 而且互动的也很多 同婚的情况也很多 阿朗树长你对赛夏族有特别的印象吗 有特别的一个观察吗 多少朋友 赛夏族是蛮特别的一个民族 如果我们把那个行政区拿掉的话 他只是一个山了 两边 刚好确实是比较其中 一个山头住两边就是 至于现在有划分为北赛夏跟南赛夏 就是因为有行政上面的一个七个 照理来讲就是一个 一样一个山就对 他们也是 也早期 那个日本人早期也没有把 他跟那个泰雅族分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长得有一点像 白白嫩嫩的 也有文面 对 没有文面 但是画的不一样 但是都有画 但是分不出来 但是他文面跟泰雅族的文面 会有意义上的不同吗 还是有 有很大 他们好相对来说 没有像泰雅族或者是土鲁古 那么样的复杂 他那个意好 好 那我们聊到这几个神话故事 这个采集了好几段 那最重要的这个标题这一段 就是 所以这个它就是矮人的意思是不是 来 教授帮我们介绍一下 打爱就是那个矮人的名字 巴斯达爱 那的确 塞雅族的祭典或者是他们的文化 其实跟我们其他原住民各族 有非常大的差异 尤其像它这个巴斯达爱 在我们原住民各族里面 只有他们这个祭典是对一族 就是不是本族的人 进行的一种仪式 你看我们以前很多的各个族群 我们很多重要的祭典是跟祖先 跟这个有关 可是塞下族的这个巴斯达爱 他祭世的对象是一个不是他本族的内群矮人 所以他是一种对一族其他的族群之间的那种 历史的和解有关的一种仪式 这个在我们其他各族里面是很少 矮人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有很多原住民各族都会有所提到 很有可能早期在台湾真的有矮人这个族群 也许几百年前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族群 所以有这个记忆 所以也留存在很多不同的族群 不晓得布农族有没有 我们北南族会有谈话里边会谈到矮人 那个我们看到的几个族群 前面还有提到 卢凯是排湾也有提到 对 是 那个我们布农族 就是有很明显的称呼他们叫做 所以明显的有 这个也名字也都有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包括那个郑大西 就是走水溪的上游 那个叫郑大西 还有当大东西西 连他们有住过的地方 那个都有名称 而且有两个地方是我去过 就是他们以前住的那个山洞 那个比较 应该是峭壁当中有一个比较洞型的地方 他们里面有烧过东西 这个地方都还有烟熏的这个都还有存在 就是有人在里面住过烤过东西就对 对 那个所以就是说 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祭典 他们有参与过 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对记忆 所以那个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他们可能在那个 就是说现在的原住民来台湾 刚刚就是说初期可能都有跟他们有互动过 所以这个矮人并不是说真的小到像这个小精灵一样 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一个族群就对了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有说可以看到那个一百四十公分左右的人 那在人类学里边也有提到 矮人以前也是整个南岛很多的那个岛屿 有矮人的存在的 当然后来可能我们南岛民族势力越来越强 他们就或者融合了 我们在原住民部落里面还可以 我看在卢凯族 还有排完族那边可以看到有一些那个艺术家非常 像萨古流啊这个都个头都小小的 可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而且艺术的那个特别特别强 所以可能基因都被融进来 所以那个应该是一个历史事实 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忆 那我们的赛下族最特别的 显然是在对这个矮人的历史记忆 在进行一种用记忆的方式来进行一种和解 跟某一种忏悔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都提到了这些矮人 其实跟他们最初是很和谐的 好朋友 也教了他们很多的技术 然后也教了很多的记忆 这些文化性的东西 但是呢 后来就不和了 不和当然因为从赛下族的角度 他一定要找个理由 一定是矮人错嘛 所以就说他们调戏 调戏妇女这样 这个我们男人做的伎俩嘛 每次做坏事都是说女人 所以每一个历代你看看 从达基啊 一直到这个慈禧太后 都是女人误国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个形式有点像 就后来他们遭到了这种灭族的这种命运 这个在如果听众朋友去参加他们的矮人记 能够去看他那个两百多句的 那个矮人的记歌十五首 每一个过程都在描述 他们怎么样最初很好 后来他们什么样算计 让这些矮人在黄昏的时候 到他们那个琵琶树 因为他们都喜欢坐在那边乘凉 然后怎么样去让那个 然后掩饰那个被锯掉的那个痕迹 就是把树干锯掉快要断又没断 对然后后来他们人太多了 就掉到神剑里面那种像箭矢 往那个山剑里面掉落的那个 你去看那个就是那个整个记歌 是用歌的方式来回忆两个族之间 那么深的这种仇恨 后来剩下的两个矮人还原谅他们 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错的一定是族人 而不是矮人 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的祭典的方式 两年一小祭 十年一大祭 不断的重复 让族人知道他们过去做错的这件事 然后向矮人致意 然后招请矮人回来 到最后送矮人回去 非常美的 我周围一直觉得塞下族的那个文化里边 很深刻的一种内心 民族心灵的东西 深刻的内心反省这样子 反映在这个祭典上 所以这个矮龄祭应该也是好几天的一个 以前大概要一个多月 其实我们很多的祭典都至少都一个多月 不像你们每天都在劳动 矮龄祭这几年也一直发展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 蛮多观光客喜欢去看这个矮龄祭 很多都去 然后我们也造成困扰 后来那种祭典 跟他的神圣心中 不过还好同胞现在也都有繁星 大家都有区格 什么时候可以进来 什么时候不能进来 就是规范好就好了 什么时候可以 哪些可以给外人看 哪些是不可以看的 或者是你可以进来参与 有些是不行 而且他们这个规矩很大 而且禁忌也很大 那讲到禁忌 好像是说进去一定要带一点 什么东西才不会有 这个矮龄会附生 还是什么恶龄是不是 那个是盲潮 这个其实各组都有 对 甚至于客人 就是说现在有客人要参与 他在路上就把你挡住 把你车子稍微绑一下那个东西 就上去了 那个盲潮有时候我们要带在身上 或者是像我们北南族一样要去狩猎 要进入那个山区之前 我们一定用那个盲潮两根 那个尾巴绑起来 横在路上 然后我们每一个要上山打猎的人 用脚跨越 跨过去 也就是说那个是盲潮也会割嘛 对 他就是一个分割点 前面就是世俗的世界 后面就是神圣的世界 那我们要分割 进入神圣世界之前要有很多的祭拜的仪式 要告诉山神 那边的祖灵 各种动物的这些守护的人 要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来狩猎 给我们猎物 也给我们平安 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就很容易出事情 我想 布农主有很多猎人的规矩也是这样 也是一样 所以刚刚讲盲潮是有特定人要带吗 还是说其实你参加祭典每个都要带 那这样子其实这个赛夏族 他居住范围比较集中 他相对人口是不是也比较少 少少少 以前才三千多人 现在五千多 有没有 有有 我们北南族也是差不多 我们也是最近才比较到一万多 那赛夏族面临的一些困境 是不是也是会这个文化传承 或者是说因为他跟这个客家人 他们长期有一些融合 所以是不是有些文化也不小心 就彼此会交流这样子 是 语言是他们蛮大的威胁 对 因为人少 所以 不过就是我想阿浪也同意 其实他们这十几年来的那个矮人纪的附赠 非常非常的成功 是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其他原住民各主这几十年来 怎么样透过祭典仪式的恢复 来巩固他们的文化的传承跟那个防线 所以我们有在失落的部分 但是也有越来越坚固 然后也因为这个新的变化 我们也在找一些新的文化的新的传统 在这方面也不完全是那么样的悲观看起来 对 而方面他们最近比较进展的就是民主议会 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是这几个组当中做的前两名做的最好的 进展比较快就对 对 是因为 我们小族大概都讲北南族的 是因为人少所以他们比较有那个积极跟企图心 是不是 对 他们因为 当然因为人少那二来就是整合性也比较好整合 人多反而意见多 南北虽然是隔线 但是他们已经有一个融合了 这个很难得 已经融合了 我们在谈原住民族语的一些复兴 或者是重新再把它整理出来 会不会很多这个客家化的这个字眼都跑到这个赛下族里面去 会不会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被借用过去的 应该有 应该多多少少 但是他是用外来语处理 所以还好还是能够区分就对 可以 可以区分 像我们那个 譬如像那个布农族外来语来讲 日本人日语叫做那个 譬如说铅笔 他们叫M笔字 对啊 我们叫影笔座 所以就很清楚就是 音都很像 我们用我们的那个发音 还有我们的严肃 来去处理那个区块 所以这样还是能够把这个文化做一个区隔 这样子 就是借用的字就是外来语 对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为大家介绍赛下族传说